我做生意是騙錢 2500元一餐媽媽姐姐好你們 為什麼突然好像步伐戶一樣 記得初初看你的影片很省價 我的業配最高的金額是接過多少 曾經最高 一條Youtube片 我實在太久沒有和大家接觸 大家都停留在以前 不要緊 我這條影片會一一和大家解說 第一條 一直都覺得丁丁是一個直腸直肚的人 沒什麼壞心眼對未來有計劃 你應該是看了我一段時間才感受到我是一個怎樣的人 的確我說話是超級直接 因為我怕我繞得太多圈 對方會怕不到我想說什麼 或者是怕錯了意思 明明你可以直接這樣表達 但是為什麼你要繞一個圈 然後我又聽到眼睡 我又不知道你說什麼 我又怕不到你最真實的意思 真的超怕的那些 你面子就說OK啊沒問題啊 但背後又不斷說你的壞話 太多面那些我就會很怕 所以我自己就會比較直接的說話 但是我覺得太直腸直肚 也會成為了一個不小心傷害到人 我覺得這一點都是我需要改善的 因為很多朋友都說我不是太懂得修飾 說話太直接 有時候不小心傷害了人 得罪了人 即是說者無異但聽者有異 這些都是我不想的 所以我也非常抱歉如果我說話得罪過你 我真的不是有心 我以為Youtuber來說 我真的被人誤會得比較多 有時候我也會覺得不開心 為什麼不可以好像小學中學 有話直說 不需要想得那麼複雜 有時候有些人就是不相信我 就是說的話 是這麼簡單 就是這麼簡單 會想了很多的附加意義給我 然後我就有一點抗拒這些人 其實我對未來沒有一個很確實的目標 我只知道我會想財富自由 我會想給到什麼生活條件 我的下一代 我不會靠我老公去賺錢 全個人生送給小朋友 我都會繼續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不想自己跟社會脫節 如果你說五年來的計劃的話 我就一定不會只專注在美容業 暫時就是大家看到的鑽石業務 其實我還在籌備多一個業務 跟這些美容、鑽石這些完全不一樣 大家記得要生活以待啦 然後這位朋友 他會覺得我是一個很能幹的年輕女 為什麼我全部的留言都好像很好 因為首先我不是一個很厲害的女生 只會覺得自己不夠 不夠厲害 要再努力一點 我自己對自己的要求也挺高 雖然我不是長期都處於一個很自律的狀態 我都會有想懶想放鬆 但是我要衝的時候 我就真的會很有目標 很明確地衝 還有自己會規劃了一個時間表 今天是要做些什麼 我認定了那一件事 我是一定要做 其實都是自己給自己的目標 好了 為什麼會突然開美容院 不知道今哪裡來 家人知不知遲 雖然這一個不是assumption about me 但是我也可以解答一下 這個開美容院 就不是一個突然想開的事 因為我本身也有皮膚問題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皮膚已經是好了很多 我基本上都是靠自救的方法 然後如果你想再做雞蛋機 再精益求精一點 就一定要靠一些美容院的儀器 所以衍生了我有這個想法 去幫助更多 和我有一樣煩惱的朋友 因為我是賣了一年多的護膚品 然後有很多朋友 都會透過我的護膚品 得到改善 但是始終有一些暗瘡印 凹凸凸 債靠家裡的home care 是不會做到真的有高能量儀器的效果 所以就會令我有一個這樣的想法 開來給自己做也好 我自己也有這些需要 剛好那時候 荃灣一間工廈的店 我想搬大一點 不斷地找店 最後決定搬店之外 亦都開多一間新的皮膚管理的店 然後他們的租金 或者是地段 我也挺滿意 都是有儲開錢的關係 那我就當時很冒險地一泡過 就投資了去美容院那裡 其實這件事是我開護膚品店的時候 是完全沒有計劃的 不在我的計劃之內 純粹是自己很想 我也非常幸運 做到現在這個成績 那資金方面呢 為什麼可以這麼有錢 那其實有沒有錢 在不同的人身上 都會有不同的定義 有些人呢 他在心中富有 覺得自己有健康 那就是有錢的了 那每個人的消費官 金錢官 都是不一樣的 我自己比較是一個 應洗得洗的人 Instagram 看到我吃一餐半餐 那些幾千元的外賣卡 但是其實我每一天 就是叫外賣吃 那我亦都沒有post上我Instagram 所以大家就會看到我 好改面 認識我的人就會知道我 不是長期都是 吃貴的 吃好東西 穿靚的 買靚的人 我都會有我省的時候 還有我自己一直都會有 存錢的習慣 雖然我是沒有對外打過工 但是我小時候做Youtuber 接一些業配的時候 我都會把那些錢儲存 那當然會哄自己開心 把部分的錢 買一些自己喜歡的東西 可能我那個理財觀念也挺強 還有小時候 你可以說我省 但是也可以說我沒有什麼機會去消費 我不是經常跟朋友出去玩 去玩的人 那所以呢 我自接工作以來 我就叫我家人就不用給我利用錢了 那些學費啊 那些全部都是我以前 儲下的錢 然後 省省也會有一塊錢在那裡 也都成為了我一開始 創業賣護膚品的一些資金來源 那家人是否支持呢 那其實我很開心 我家人小時候都很支持我做的任何事情 那其實他們不是口說的 我真的很支持你 那些什麼 他們都會很擔心我做一些決定 就是會不會虧的 好嗎 一炮過掉那麼多出來 不如先試一下一點 試一下水溫 因為始終他們都不是一個創業的人 他們都是打工的人 他們都會覺得我現在做的事都很高風險 如果停業起來又怎麼辦 算了 你有多少個測位數字可以丟出去 又會很擔心自己給不到意見 加上我都算是歷史創業 所以他們會更加擔心 但是很幸運的就是 他都不會因為這些擔心而去阻止了我 好了下一個 為什麼突然好像暴發戶一樣 有什麼原因令你這麼喜歡買名牌 記得初初看你的影片很節省的 你的初初意思是不是我14歲呢 因為其實今年妹妹都26歲 我都拍了十幾年片 所以我整個人其實都會有幾大分別 第一我小時候都挺喜歡買名牌 雖然我會省少錢 就是我的染髮 自己在家票 去黑頭 自己在家用熱水去蒸一蒸我的鼻 其實我也有買一些熱手的名牌 一些Vintage 那時候看我的影片的人都是十幾歲的 那我就不想教壞了 好像一個風氣就是一定要買名牌 那所以其實我是很少去分享 甚至乎是沒有分享過的 我小時候真的很在乎那一小部分的人 我就會很害怕他們怎樣想 我買了一定會說我浪費命 現在賺很多才買名牌 就是我會被這些留言困住自己 其實我真的不是太能夠做自己 雖然我現在賺的錢 的確比以前多 但是我不會因為這樣 而所有東西 整個生活都180度大改變 我的手指甲都是自己gel 各蛋白眉毛自己燙 會買東西回來DIY 我想跟大家說 我現在不是整個package說 嘩我現在是闊太了 不是的 我還有很多東西都跟以前一樣 只不過我會多了分享給大家看 所以大家會感覺上 我好像 為什麼現在才來買呢 以前不買呢 是不是現在賺很多才買呢 再加上 現在覺得社交媒體是我的 我其實也有很多年的人生 是給了小部分的網友 令到我不是很敢做 但是我慶幸我自己 真的想起了很大的勇氣 去衝破這個框框 例如我最近都會分享多了我買了些什麼 也有很多知音人 原來都很欣賞 很想看看我買了些什麼 或者我都買了這個 不同顏色 大家交流一下心得 這一點我也覺得是挺開心的事 但是我也知道我自己不是為了曬而曬 因為有錢過我的人生 才太多了 我這一點也不算是什麼 所以我不會拿這一點來 變成了圓妖 或者圓庫 但是我也挺開心 如果有些人跟我同頻率的話 會有這個 互相欣賞 大家想大家好 的一個心態 如果你不是KOL 會不會有這個成績 我也覺得自己是非常幸運 在我很小時候 開始的時候 真的完全沒有這個職業的時候 我已經開始做這一點 所以更加要告訴自己 讓你知道 其實沒有東西是不可能的 叮叮就是一個真實的樣板 告訴你 只要你有心 你就會做得好 這個也是我 叫做創業的在右銘 有心是比有能力更重要 就算你的天分 能力是差一點的話 也不要緊 你有心在這裡 所以你說 現在我想開始拍Youtube 做一個Youtuber 做KOL 可以嗎 絕對是沒有問題 只要你有心 你就可以開始 所以如果看片子 你想學新的東西 或者自己開始一點的創業 都可以 基於你本身 打工之外 做一些小的創業 創業 接下來就是 為什麼之前說 疫情令你美容院生意 虧了七位數字 但是現在又可以開這麼多間分店 又做專石 化妝品 為什麼要這麼多錢去創業 其實疫情期間 真的虧了七位數字 你有很多的 支出都要保持 例如 工資、舖租 我本身都會保持存錢的習慣 我不會公司賺了 例如10萬元 我會花了10萬元 九成的資金 我都是留在公司戶口 去當作一個日常的支出 投資 新的儀器 研發新的產品 去做自己的品牌 甚至大家說的化妝品 都是我一直以來很想做的東西 我不是一炮過拿去買東西的 就算是買我 我都會買一些保值的東西 例如是標 它不只保值 還會有升值的空間 所以我都會保持一個資金 留在這裡 A-LIFE 怎樣代理回來 A-LIFE 我真的很喜歡吃它們的青豆丸 如果大家有暗瘡問題 看看調色 And then 美白丸 護肝丸 真的超卡 BURG 它是一個台灣的營養師品牌 怎樣代理回來 就是我的得力好同事 去幫我談代理回來 開關的話 我都會想去台灣看它的廠 因為我是拿了它的香港總代理 我會見一下它的倉品人 它是一個營養師 然後它再做了自己的保健品品牌 它所有的保健品都不會有奇怪的成分 弱性 符作用 所以我都很希望大家可以多人認識這個品牌 所以我都會去看一看它的真人 好了 有一條就是關於朋友 經常跟不同的人unfriend 不和 是不是溝通上有什麼問題 部分人就不要覺得是真的不和 有可能是不同的想法 價值觀 所以會疏遠了 一開始認識的時候 你不會知道對方是怎樣的人 但相處久了 你就會覺得 可能跟我的想法有點不同的話 有些人會選擇 會繼續嘻嘻嘻 假面 跟你一起玩 但我就是那些 有些友情活癖 真的不對的話 我不是太buy你的話 那我就會選擇 未必再跟這個人繼續維繫這個關係 可以說是保持距離 不要找那麼多 其實不是所有事情都是透過溝通 就可以解決到的問題 友情有點像愛情 有些事情不是 就是為什麼你會分手 你不是溝通了那件事一定可以 有些事情是那個人的根本問題 他就是改不了 他性格就是這樣的 他那個想法 價值觀就是這樣的 你不可能要對方迎合你 而你也不想迎合對方的時候 那就會未必再跟那個人玩 為什麼會跟一些人都會漸漸疏遠 就是你會覺得 這個人其實你跟他相處 未必是太舒服的 不是可以跟你真正交心的人 雖然你會覺得很可惜 曾經都是 一定是朋友過的 對不對 一會有一些很開心的回憶 但是始終到不同 就是會不相為謀的 未必跟我一樣的 因為說真的 有些人 就算不喜歡那個人 都會繼續跟他玩 會覺得多一個朋友好過多一個敵人 不可以說是誰對誰錯 每個人的想法都不同 我不一定是要逼大家跟我一樣的想法 但是 大家都不要逼我 是跟你的處事方法一樣 好 一直以來都會覺得 我是一個很高消費的女生 想知道我怎麼存錢的 其實我也挺低消費的 除了基本的 屋租公司的支出 已經是佔了很大部分的時候 我就不是很喜歡花錢的 例如我不是很喜歡做家務的話 我就喜歡買一些洗碗碟機 解放雙手 拖地又有拖地機嚇人 洗地機嚇人 電動貓沙機 這些都是懶人的法寶 如果大家想看我分享的話 我都會分享一下我家的小家店 除了一個月我都會請一至兩次 一個傘傘來我家清潔 都是給幾百元的事 就可以解決了我很多的煩惱 我偶爾都會買奢侈品 但我不會每個月都買奢侈品 如果我自己出那份量的話 我七成就會留起來 有時候30%都未必用得完 就會留在銀行 做一些定期 有一點利息 好 有人問 我的業配最高的金額是接過多少 那這個 我覺得我也可以說的 我曾經最高10萬元一條Youtube片 比較多人看的那段時間 那就是有這個金額 可能加上其他的Feed 那些又有不同的價錢 但我始終Youtube片的話 我只是10萬元而已 也感謝當年想認識我的客戶 多不多呢 那應該現在還有一些更加紅的Youtuber 是會比我多的 但是我覺得 曾經擁有 原來我也曾經值10萬元的 也挺感恩的 但我現在就會 focus回自己的生意上面 more than去接一些 業配上的東西 那有人覺得呢 我做生意是騙錢 其實我不算是一個很早期就 創業的Youtuber 我都比較 有很多Youtuber都開始創業 我是後期才開始創業的人 因為呢 這個想法呢 也會影響了我 開始踏上創業的一個步伐 這個問題呢 我也是很好地去思考的 我也很害怕 別人會不會這樣想我呢 但我就很不明白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為什麼做生意還是騙錢呢 怎樣定義為騙 是不是我做錯了什麼 因為很多人都會覺得 Youtuber這個身份 你創業 當然一定會賺錢 一定很成功 那條路一定會很順利 但其實除了做生意這個部分 你也要背負了你自己的形象 你公司有什麼問題 全部去進入你個人名義的數 部分的人呢 是會為了我而去買 去試這個產品 所以變相我承擔的壓力 是更多了 如果你們覺得不好用的時候 是直接影響了我個人的形象 所以我每一個部分呢 也都需要更加謹慎 我也都不會因為錢 而拿了我的名義去交票 還有 為什麼會覺得一件事是騙呢 我是明買明買 如果一支精華 是30ml 但是我出來 我給你15ml 這些就叫做騙 如果這個產品 明明沒有這個成份 但我說這個產品有這個成份的話 這些就叫做騙大家 但我是從來沒有做過這件事 也沒有欺騙 詐騙大家的成份 所以我就不明白為什麼這些是騙 可能有很多同行都會覺得 很奇怪 明明光明正大地做生意 但是就會被人覺得 我好像是騙錢 或者說到我用一支窗 指著你 逼你要買我的東西 就是這樣 2500元一餐 媽姐姐好離地 其實離地這一家 每個人的定義都不同 因為我吃這一餐 都不是因為這個價錢 去定義我的開心程度 我覺得這東西是很好吃 我吃完很開心 我就會覺得很值 吃東西是最能夠給予滿足感 所以我對食物是有一定的追求 其實我吃那七仔的烏烏燈 我都會覺得很好吃 我都會吃完覺得很開心 是你覺得這東西值不值 偶爾一餐半餐 獎勵一下自己 自己有能力去提供 所以這也是關於大家的價值觀 和消費觀的問題 對了 我拍到每天都下來了 相機都沒有電了 希望大家看完我這段影片 都會了解我多一點 因為我覺得大家都會經常用了 十四五歲的我 和現在的我比 真的隔了十年 十年的變化真的很大 大家都一直在成長著 進步著 身邊的東西都會不同 所以我也很感謝大家 就算我現在是不同了 變了 都會有人更喜歡我 可能大家的持長相近 好了我們下次再見 bye